好 我们就来看到呢 他会不会已经走上了绝路了 因为他在这个设领这个诈领助理费的关系 所以被判刑了7年4个月 那内政部当天就停止了他市长的职务 而且他也立刻的说要退出民众党 但是他会上诉到底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呢大家在谈的是 会不会提前的请辞之后 现在要重选市长呢 我待会我们来请教一下 这个郭正亮委员来看一看 这个高雄市 新竹市呢现在是不是呢 开始要动起来 2026呢提前要动起来了 因为现在有一些人选都已经传出来了 包含谁呢 民进党现在传出的是 柯建民的子弟彬林志杰 还有呢就是国民党的政政前已经表态了 那民众党的部分呢 现在也在插旗规划当中 但是呢柯文哲他有说明白 他认为说呢 这整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民进党提前要插旗嘛 所以呢就搞成这个样子 好我们来看到呢 时事评论员林玉峰就说了 民进党可能的人选呢 就是杨娇大教授林志杰 他曾经呢参选新竹市立委 7万多票落选 而背后支持他人是谁呢 是总招柯建民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了 这个人选当中还有一个人 会不会败布复活呢 待会我们请教一下 郭正亮委员 怎么看 因为林志杰不要忘记了 他还在吗 以前呢市府官员要出国为友 招待地方的记者 就是要提醒说 他林志杰还在 最近才宴请了这个 请了这个当地的一些记者吃饭 所以呢是不是 他开始动作也在起来了呢 但是我们看到 民众党内部 自己也有一些的问题 我们待着再来看看 这个内部的情况 但是我们看到中平会 中平社 香港中平社的一个分析 他说呢高宏安随即宣布退党 为民众党来指写 但还是让党呢 千年的形象的受创 还有就是暴露一个另外一个隐忧 就是民众党缺乏地方首长 人才的劣势 会造成柯文哲挑战 2028的路呢 会更加的崎岖不平 另外呢前立委蔡正元 他也认为说 因为高宏安不是有自己地盘的人 比起有政治势力在那边 而且呢民众党在新竹市没有那么的强大 新竹市民众党的人 跟他之间的关系 也没有那么的密切 所以呢他认为高宏安的政治生命 已经是被牺牲了 我请教一下 亮哥怎么看 高宏安 他一定要考虑 要不要在12月25之前辞职了 因为只有在12月25之前辞职 才可以补选 不然如果过了明年 事实上民进党 他就要发动罢免 那他一定把罢免的投票日 算在明年 那你明年被罢免成功 就是中央派任 根本连选都不用选 所以这个时间上 是中央来决定吗 你只要任期只剩下两年内 就是中央派任 那这可以操作的吗 那天约就是12月25 所以高宏安一定要赶快做一个决定 就是要不要选 就是12月25如果是他辞职 因为他现在是停职 我刚讲错 高宏安现在还是新竹市长 他只是被停职而已 他依旧是新竹市长 可是他没有被解职嘛 解职要定验嘛 可是他可以辞职 那辞职的话任期就 你说他先辞职新竹市长 然后再继续进入选战 他不能选 他没有资格选 我说民众党至少可以派人去选 不然你到时候连选都没有 因为民进党现在发动罢免 就是要搞明年投票 他一定给你算 这个很容易算 我跟你讲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 反正选委会也在他手里 所以他就故意给你排在2月投票 那投票完如果罢免成功 这个情况罢免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你一审有罪嘛 对 那罢免成功 中央就派任啊 哪有选举 根本没有选举 所以民众党 现在要做一个决断啊 就是高王要不要自己辞职啊 而且坦白说就官司来讲 他如果辞职 那反而会比较好打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去做认罪啊 嗯 他现在不能认罪啊 因为你现在要上诉嘛 对 我跟你讲按照高宏啊那个逻辑啊 他是要打到清白为止啊 可是 他因为他基本上 你去看他的起诉书 还有他的脸书你就知道了嘛 他认为他没有罪了 嗯 因为他这个叫做 他不是人头助理啊 他是福报加班费 嗯 然后把那个多出来的加班费 会放进公积金制度嘛 哦那 那个法官认为 包括检方啊 就是认为 他那个公积金有部分的钱 是他自己在用嘛 所以他提出来的证据就说 呃 他提出来的论典有两个啊 第一个就是 我没有私用 嗯 即使是卫生棉也是公用 嗯 就是办公室女助理跟我一起在用啊 嗯 所以咖啡也不是私用 这是第一点啊 那 你是不是 通通都没有私用 我觉得这一点比较好去提证据啦 因为 你到了 那个 高等法院的时候 变成法院要提佐证嘛 对 凭什么证明那个是他私用 嗯 对不对 他的助理金出来说 对那个 王玉文嘛 对所以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他有利啊 可是前面那一点就比较麻烦了 就是 福报助理费 嗯 就是 这个法官认定 他那个加班费事实上没有真的加班 嗯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钱领出来 嗯 那 民众党的声明你也看到嘛 说百分之96的立委都这样干 嗯 那 可是问题就是 你以前也当过立委 可是问题就是你被查了嘛 哦 我们就会做足加班时数啊 嗯 而且我 我们不会去搞公积金制度嘛 还是那个时候没有流行公积金 没有没有没有 只有他跟李俊逸在搞啦 没有人在玩这个啦 哦 我们都是老板的自己 但柯文哲说 很多人都这样子啊 呃 没有没有 只有李俊逸跟他啦 很多人都把加班费算到满 嗯 这是事实 零好零满 可是 那个立委会 去分配每一个人真的有加班 加到那个时数 嗯 那 我觉得他可能这方面的那个相关的 证据没有做得很好啦 我是说他的管理制度 嗯 因为他想说大家都这样嘛 对 那 那 那 这一点法官不采信啊 嗯 那这里就卡到一个问题了啦 就是 因为那个叶庆元也出来说嘛 嗯 他说事实上 那个高等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的判决啊 事实上有一个稳定的判决逻了 啊 就是第一 就是如果你 你一领的钱是公用 那你应该 不算贪污了 嗯 问题是这个地方法院 就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判 嗯 你知道我意思 嗯 所以为什么高法院认为自己无罪 因为他认为他没有私用 对 所以他就认为我应该没有罪啊 嗯 因为以前哦 比如说有人举了好几个极端的例子嘛 比如说新本市的周亚林啊等等 那那些人都是在证明说 他 花在公用的钱远大于那笔钱 嗯 那法官 法官就可以 对那以前为什么法官可以采信 对 那你这个法官就不能采信 对 可是 我坦白讲这是我们的司法的问题 嗯 就说你司法院为什么不召开一个 统一判决见解的会议 嗯 实际上有时候他会开这种会 嗯 那就要求统一见解 对 可是明显这个有关助理费的 贪污与否 对 我认为并没有这种东西 嗯嗯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继续要请教一下两个 就说虽然呢 高宏安他第一时间 他就退出了民众党 但是呢 对民众党其实还是很伤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刚提到说这个高宏安呢 他在第一时间 他就已经退出了民众党 但是对于民众党来说 其实伤害也蛮大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两个 因为包含的中平社认为说 现在呢 对于柯文哲挑战2028 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当然就是这个事情呢 让这个青年的形象呢受冲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党内自己本身缺乏一些地方首长 人才的劣势 因为在少了一个高宏安之后 越来越就没了嘛 那也有知情人士认为说 现在呢 柯文哲很担心哦 这些状况发生 那么呢 党务会由总招来主导 那党会不会灭亡啊 不知道 那因此希望说 接下来是蔡壁如来重返党中央来接副主席 但是呢蔡壁如说 他并不知道这个事情 亮哥怎么看 那个只是中部的党代表 有人有这个意见 他还没有送案 他还没有送案 不是啦 因为那个有个前提嘛 就是柯文哲也被查嘛 他自己本身案子也很多 他有三个案子啊 我觉得他自己都知道啊 那那个 检方会不会用土利 土利罪来查你啊 对 那我们是不知道他的金流的状况 这个如果有金流 他会非常麻烦 比如说都更 增加那个容积率 那 因为他增加了蛮多的 对 还有比如说那个台志光 他提高费率 那找不到文件 这个也很麻烦的啦 那不管了 反正还没有发动 那 这个如果发动在台湾 就是惊天大事了 因为这个就立刻 联动到总统大选 而且是在野党的主席耶 那柯文哲的真正生命 可能就会整个 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还击啊 说不定2028就剩下蓝绿在打而已啊 你这样推论太快了 因为 你不知道那个过程 你是拿出什么证据 那 柯文哲也有一个个性啊 碰到越大的挑战 他就会像狮子一样啊 是 事实上MG149就这样搞他啊 所以这个还是很难讲喔 很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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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个性 他的那个耐受力比较强 那高文安其实 他的斗志也是很强的啦 说实在啦 因为他是用 坚信无罪的方式在出庭啊 对 所以才会判那么重嘛 事实上我跟你讲 这种案子坚信无罪的都是被判罪中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层你的KS Blue Your Care Kids Blue Your Care MING PAO TORONTO